大家好,我是Scott 今天我们要来IOH做一个履地面试的工作坊 首先我们要感谢一个周品桥女士 她来自于台北 她想要跟大家勉励 你要去分享,你要去传承 也感谢上月、实业、有限公司 谢谢他们 好,那再来呢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内容 那首先我会先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 然后介绍一下我的背景还有你的公司 那这个都会有助于各位了解 今天工作坊 大概我背光的是什么 所以什么东西是我可能会提到的 什么东西是我有可能不会提到 或者是我的能力身上没有办法提到的 那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做判断 那我会稍微讲一下我们之前任职的公司 那再来就会教大家如何写出一份很好的履历 那包含它的核心概念、目的、重要性 还有它的基本架构 那另外就是HR会怎么样看大家的履历呢 那会在这边告诉大家 那你如果没有当HR你不会知道的概念 那另外再来就是履历的写作技巧 和通常常见的编排技巧 那最后呢 因为大家都已经有记履历过来了嘛 所以我们我有稍微都看过了 那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大家在写的那个过程当中 可能还有几个部分是可以进步的地方 那会在最后一个CP feedback的部分跟大家讲 那这个部分结束了以后呢 我们会再会有一个实作 OK 好 那首先呢 先开始做自我介绍 那我是Scott 我过去 我目前是在Tosh Watson 全管理顾问公司 台湾分公司服务 那我们公司呢 刚才自朝大概说 我们是人力资源顾问公司嘛 但事实上呢 人力资源顾问公司呢 其实有两种 其实有很多种 但都叫人力资源顾问公司 那一种呢 是大家最 就是最容易想到的 就是Headhunter 那他们是帮 帮企业呢 在外面找人 那我们不是这个公司 OK 那另外一种呢 是很多企业 他会把一些服务 就是outsource出去 那例如说他的薪酬 他会outsource出去 让那个公司帮他发薪 或者是 他把一些派钱跟contractor outsource出去 让这些公司帮他们 去hire这些人 那我们也不是这样的公司 OK 那我们是什么样的公司呢 Toss Watson 其实在 刚才这次有提到 我们有跟牛津大学去合作 研究 世界人才的趋势 那 人才 还有 讲酬 还有 退休的福利金金算 跟 员工福利 这几个部分呢 是我们主要的业务 那 以我所在的部门 我们是在 人才与讲酬部门 我们负责 帮公司做 人才与讲酬专案 那什么是 人才与讲酬专案呢 例如说 如果公司他们 今天想要了解 市场的薪酬 大概水平是怎样 那我们有 市场薪酬的调查资料 那不是 只是 不是在 不是只是到 问路人 说你薪酬多少 然后 然后 然后就 然后就做一百份 然后就 跑出一个报告 不是 我们是跟 公司的HR合作 那会有 公司 员工 真正的薪酬资料 包含他的本薪 他的 他的家籍 然后他的津贴等等 还有他的奖金等等 那一起综合起来 然后 会有 通过一些统计的方式 让各个企业呢 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设计 然后他们最后可以得到 一份薪酬的报告 所以会得到的 是比较详尽 也比较准确的薪酬资料 可以作为他们核心 或者是调薪的参考 那也因为有这样子的Market Data 所以我们也会在 企业他们如果 有想要做一个薪酬架构的设计 或是设计他们的 奖金的算法等等的时候 我们会帮他们做一些专案 那另外呢 如果企业想要做人才管理 那我们也会帮他们做人才管理的方案 如果他们想要评鉴说 现在有哪一些 他们内部的人才是合适做下一个阶段的升迁或培养的 那我们会帮他们做一个专案 那另外呢如果他们内部想要建议一些 技巧讨核的制度或等等能力资源的制度的话 他们也会邀请我们去帮他们设计制度 那还有如果他们今天组织要调整 那或者是有并购 那也会邀请我们参与在当中 那所以呢 其实我们是一个除了recruitment以外 都会做的能力资源公司 那大家听到这边就觉得很有趣 那为什么要找我们呢 那今天那个履历求职工作坊 不是应该要找就是专门做履历求职的吗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想要跟各位提到 我先前的两个工作经验 那首先为什么会找我们 这个刚才至少有提过 其实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合作 那我们希望 因为这个工作坊是第一步 那我们也希望让大家最有需求的部分 可以先被满足 所以履历面试这个是一般同学最容易 最容易想到他跟能力资源有关的 所以我们就先办这个 那再来我过去在雅虎跟Viotep 雅虎半导体有担任过HR 那那个时候我做的都是recruitment 那特别是校园招募跟就是 对校园招募或研发替代仪等等 所以我其实看过了几千份 就是应届毕业生的履历 那所以也看过很多应届毕业生 写着好的履历 写着不好的履历 那其实很多人真的因为他的履历 失了很大的亏 那这是我今天特别有热情 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希望大家在听完今天的工作坊以后 不会因为你的履历写作 而让你本来很有很好的实力 但是却因为这一点 然后在求职上失了很大的亏 OK 好 那这就是讲一下 我之前在雅虎跟Realtape待过 那都是做Recruitment 然后现在在Toss Watson 所以在Realtape 它是一间台湾的半导体IC设计公司 然后Yahoo是外商 然后网络业 那Toss Watson是顾问业 所以会 这是我的背景 所以如果 但是因为在Toss Watson 其实我们接触到的客户 可能有来自金融业的 可能有来自利用品业的 或是来自零售业的 或者是来自科技业的 所以其实我们都会接触到不同类型的客户 那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也会发现一些他们的潜规则 所以在今天 在面试跟CV的教学上面 也会稍微提到这些 让大家可以更了解这些产业的概况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 今天的工作坊的内容 如何 首先呢 是如何写出一份好的履地 我有一个核心的概念 要分享给大家 今天你一切 在这里的东西都可以忘记 但是这个 UX UX 不能忘 那为什么要分 那这是什么是UX呢 通常大家会称为 User Experience 那这是我 之前在Yahoo的时候 非常 就是所有 Engineer 所有有Designer 然后 所有员工 都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今天打开了 一个App 然后这个App 你打开来以后 不到五秒钟 你就跳出去 那基本上 它的这个UX 它们的UI设计是失败的 那如果 那同样的 如果你的履地 被HR打开了 五秒钟以后 它就决定把它关掉 那也就表示 你的UI跟UX是失败的 大家可以 这样可以理解吧 OK 所以呢 有一个核心的概念 是在写履地的时候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让 HR打开 或者是 让HR打开你的履地以后 他可以很清楚地 找到他要看的东西 他要看的内容 还有你很清楚地 呈现你的优点 那User Experience 是非常重要 所以 我这里有提到 Sourcer Recruiter Interviewer Candidate Experience Sourcer Sourcer跟Recruiter 是一般达成的HR 但是 比较大的公司 它的HR 会分成不同的小部门 可能是做Recruiter 做招募的 可能是做Development 做论Development 做教育训练的 那可能有做Compensation 和Benefit 然后做薪酬和福利的 等等不同的部门 那Sourcer跟Recruiter 通常是招募部门 里面会配备的职缺 Recruiter呢 就是负责Interview的 然后一直到 要决定Hiring这样 那Sourcer呢 是很大的公司里面 它会出现一种特别 因为分工越来越细 那它就会出现一种 就是专门去找到 合适的Candidate 来Interview的人 所以它会出现在 各种场合 或者是 透过各种管道 去取得有效的履历 OK 那所以Sourcer 它很多是专门看CV的 Recruiter它可能是 专门Interview的 那但是也有 如果分工没有那么细的话 可能就只叫Recruiter OK 甚至再分工不细一点 只会叫HR OK 这只是给大家的一些概念 如果你未来 投到一间公司的HR部门的 履历的话 那你大概会看到这些词 你会看到Sourcer 你会看到Covicruiter 那现在也会有一些公司 他们会叫Talent Acquisition Acquare是那个获得嘛 那或者是 或者是 就是把它并进来 那Talent Acquisition 就是把Talent 要那个 拉进来公司这样 那就是取得人才 所以有一些公司 他们的HR的招募部门 会叫Talent Acquisition 如果你看到这个的话 你就知道他们是 一些大公司里面 专门负责招募的 小公司通常不会叫Talent Acquisition 因为它分工没有那么细 它会比较综合 好 那这是给大家建立的一些 基本概念 那接下来呢 要分享 写CV的时候 它有一些目的 跟它的重要性 那我归纳成四点 个人广告 符合需求 一目了然 跟展现能力 首先是个人广告 大家看到下面这一句话 应该知道它是来自于 那个五月天的拱狼 那它其实 我觉得CV 它是一个个人广告 而不是一个规格表 那什么是规格表 你如果去买一台相机 买一台笔电 买一个手机 你可能会看到 在过去 譬如说 组装电脑的时候 你可能会要看到 一个规格表 所有的零件 所有的规格 所有的内容物 然后它是用什么 它是用什么规格的 全部列出来 履历 大家很多人以为是这样 就是把你所有的东西 都列出来 但是其实 如果 因为HR没有太多的时间 把你所有的履历看完 所以其实 我认为它的概念 其实更接近广告 因为广告 是它有一个诉求点 然后 或者是它有 这个产品 有一个特色 它在广告当中 凸显出来 然后 它也让你知道 你不用让知道太多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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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们要的 所以 你可能 不是一个 好件 也可能不是一个 拍了 然后 只是爱做梦 那这个爱做梦 这个点 你把它凸显出来了 你的CV 就会是一个 很特别的广告 再来它需要 符合需求 什么 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歌词 就是那个 水龙水豪 飘龙水湯 七七柱无缸 好 那这是什么呢 有很多人的履历 CV打开来以后 你根本不知道 它在写什么 就好像 这个也可以做 那个也可以做 你需要 你的履历 需要 配合 你需要符合 那个职务的需求 需要符合你个人的志向 需要符合你的能力 那这个 而不是飘来飘去 好像什么都可以 又好像什么都不可以 再来 它需要一目了然 不要好像 满天 全金条 买三不半行 这样 就是 好像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有 我这个也有 那个也能 那个也会 那个也会 但是 HR跟他们出来 或者是 那个要 不用的 面试官 他根本看一看 不知道 到底 你想要做什么 或是你会做什么 所以要一目了然 最后要展现能力 那展现能力呢 你不用想说 我在学校 好像 这个 也做得不是很好 那个也不是做得很好 那 都 都不要写好了 或者是 因为 很多华人 就是 以 就是谦卑为怀 那大家都比较谦虚 特别是很多刚毕业的同学 其实大家都很谦虚 其实 那 很谦虚的时候 你可能就想 啊 这个不要写好了 这个可能 还好 那也 也 也没有很 没有自信 就不要写上去好了 结果最后履历表 就接近白纸一张 那 或者是什么 因为 太没有自信了 就什么都写上去 那 也会不会 没有重点 其实你在履历表上面 需要 有一个很重要的 重点是 你要能够在上面 展现能力 OK 好 那我们 这下来要讲一下 一份履历呢 它需要 有哪些 区别哪些部分 讲一下它的基本架构 那 首先我们先谈一下 英文履历的基本架构 大家有看到左边 就是这张图吗 呃 然后 我右边有 等一下我们会把 逐项放大 所以你现在看不到 没有关系 只是要先让大家 先看一个整体 因为 而且要先看到的履历 也是一个整体 那整体 大家会包含哪些部分呢 第一个是你的 contact information 可能有你的名字 有你的电话 有你的email 这三项 请大家一定要留 如果没有的话 呃 就算你的履历 洗得再好 他也找不到你 OK 那 然后 那 其他的 什么生日啊 新作啊 血型啊 没必要就不要留 那 但是会有一个状况 会需要 就是如果 他 这些公司 在 看完你的履历以后 觉得不错 他想要说你去面试 他会发给你一个 什么公司的面 面谈 面谈的 那个记录表 或者是工作申请表 那那个上面呢 他就会要留 比较详细的资料 如果有必要 到那个时候再留 甚至有些人到那个时候 都不一定会留得非常详细 他可能 呃 要被那间公司雇用 他才会留 但是在你最开始的履历的时候 如果你不是用自视的 像运营寺的履历的话 我建议各位 都不需要填那一些 一来是 其实现在有个人资料保护法 它 是可以保障各位的权益的 你不需要透露这么多的资讯 在网路上面 那 第二 是那些资讯 通常跟你的工作 没有太大 你跟你的工作能力 没有太大的相关 一份履历表应该是要 刚才有讲的嘛 你要展现你的能力 而不是展现你的星座 或展现你的美貌 OK 好 那基本架构有这些 这个部分 我在大家的履历里面 几乎都有看到 所以这是我觉得 大家在那个履历里面 显得蛮好的地方 那 首先呢 是 个人资料 大家可以在那个上面 看到 OK 这个呢 就有它的 姓名嘛 这是一个范例 所以它叫Freshman 它不是真的叫Freshman OK 那 有它的地址 有它的电话 还有它的Email 大概最多就是留这些 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简单的两行 那再来呢 就会讲Education 为什么要在 把Education 摆在最前面 因为 我知道在座的各位 都是在学生 或是应届毕业生 甚至有刚毕业的 那可能大家的工作经历 都不是在 都不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建议大家 把你的教育背景 写在最前面 因为这是跟你们 最直接相关的 也是很多的雇主 他们会 最直接看到的地方 OK 那Education 后 右边要写什么的 那这个 这个范例呢 是从 那个MIT的 CV的handbook下面 download下来的 那你会看到它 在右边 它写了 第一个 它写了它的学校 然后 再来它写了 它的 它是 它是那个 Engineering 的Candidate 对不起 看得不太清楚 那 有一些 范例呢 它会在这个部分 会再加上 它的GPA OK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但是你可以看到 很简单的 就是写上你的学校 写上你的科系 然后写上你 什么时间进去的 然后 什么时间毕业 甚至只要写 什么时间毕业就可以了 那 在这个当中 有一些人会把 你在学校得过奖的什么 的部分 会写上去 那我建议大家不要把所有东西都列上去 因为这个部分就会变得很长 如果你有书卷奖 如果你在学校有非常特殊的表现 写一项 或两项 写在Education 写在开头这个地方 就会让HR非常印象深刻 所以 其实有些人会把那个Award 或你在学校的一些得奖经验 写在下面 那 其实写在下面 等一下会讲到 相对起来是比较难看到的 但是你如果 有这些特殊经验的话 对EAEGPA 正在讲是很加分的 你就把它写在最前面 OK 再来 工作经验 Work Experience 那 如果你有Intern 或者是你过去已经有工作经验 你现在要回到学校念书的话 你都可以 你都可以把它写在Work Experience这边 一样 调列式 OK 调列式 然后 写上你的职称 写上你在哪间公司认职 写上你认职的期间 然后还有 然后用调列式的方式来练你的工作内容 那工作成就 好 那这内容怎么写 我们等一下会提到 先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架构 那再来呢 如果你再学有一些课外的表现 或者是有一些很特别的得奖纪录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写在这边 OK 那如果你的得奖纪录很多的话 我建议大家都写在这边 但是你可以highlight一两个非常特别的点 在那个Education的部分 那因为Education它是 它是讲你在哪个学校 哪个学校要毕业 所以那边得奖的纪录 通常通常大家都会写的是跟你的在学求学表现有关的 例如说你如果得过优良学生 然后或者是你有得过书卷奖 你可以把它写在那地方 那在这边呢 因为大家有看到 它会写很多你自己去做的一些project 你自己参加的一些社团 那所以如果你在一些校外也有得奖的话 我建议大家把它写在这边 而不是写在Education OK 懂得这个差别吗 那那个同一个区块的主题是很明确的 OK 好 那最后呢 有一些skill 你就可以把它写在后面 OK 这个部分我看大家写的也都还蛮OK的 那 那这是大概大致上的基本架构 那再来 大家会填中文语力的基本架构 那为什么它左边还是练英文呢 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太好的那个中文的范例这样 那所以 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其实我认为 我认为 中文跟英文的履历架构是没有差太多的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中文 因为大家都在台湾嘛 所以你可能会有几项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首先基本资料跟英文的一样 经历学历 这个也跟英文的一样 专业能力 特殊表现 其实也是一样 那只是在中文呢 很多公司会要求你附上自转 还有附件 我建议大家分开来写 就是把你的履历跟自转分开来 然后履历同一页就够了 那自转的话 分开到另外一页去写 那还有另外 你可能有一些研究的成果 或者是你过去做过的一些project 做过的一些外面很好的报告等等的 那个都列在附件 那有一些人会把它全部都放在同一个档案里面 那我建议大家分开 原因是因为你要 因为现在很多的HR他们都会用系统 那系统要把你的履历放进去的时候 它会去parsing你所有里面的资料 那系统会去抓你里面所有的资料 所以如果你的履历编排不简洁的话 很容易会抓错 或者是很容易排版就整个乱掉 OK 它不是看你 它不是你排pdf就没问题了 OK 所以中文履历跟英文履历在基本架构上面 我觉得是没有差太多的 几个重要的重点都一定要把握 好 那HR怎么看履历呢 我等一下会讲两个部分 一个是六秒定生死 OK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HR到底用什么界面在看履历 大家都以为HR就是你的履历拿着 然后就是这样看嘛 然后我们看说有什么履历 然后你有什么工作经验啊 然后你的教育程度如何 然后工作难力怎么样 你的兴趣是什么 那你以为大家是这样看 其实大部分的HR都是这样看 塞履历的 这个呢 是 这个是 104 人力行 他们给企业端的 给企业端的界面 OK 那这个是104的 但是很多外商都是他不会用104 他可能有用104 但他也会另外 有另外一个系统 recruiting的系统 那其实内容都差不多 就是你最后你的 你的 你头底立的进去 他们就会变成这样一条一条一条的 那很多的公司他就会开始 比如说学校科系 他就开始塞 OK 那塞他要哪些学校 然后塞他的年姿 OK 然后看塞是不是相关科系 那他就会从这一边先做第一关的筛选 那如果他觉得有兴趣了 他才会打开 打开来去看 那我自己个人啊 我自己个人在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我会用这样找 可是我后来就不太喜欢用那个104 因为事实上如果大家有填过104的银行的话 你会发现他其实真的非常要 要卸出非常多的资料 那我个人会觉得很不舒服的 所以后来我就不太用这样的方法 再找工作 当然也 然后我会用其他的方法 但是因为104在台湾还是 目前他还是就是非常非常多的使用 所以大家不可避免的 很多人还是会用到 那我只是要让他知道说 HR其实常常是这样塞你的履历的 所以很多的时候 履历编排是一部分 但是有的时候也有 就是你没有办法掌握的 没有办法掌握的就是 很多企业他还是会先用学弟来看 那所以你可能在这一关 即使你履历洗得再好 这一关就被塞掉了 OK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 就是让人遗憾这样 但也有很多公司不会这样子做 但就我所知啊 为什么人遗憾要这样做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现在不是大家讲说 学弟不是很重要吗 就能力其实比较重要 我非常同意 我非常同意 但是用一个最简单的实际面来看 如果你一间公司 他有一百个职缺 收到一万封的履历 那VCounter只有三位 然后你觉得他有可能一万封全部打开来看吗 没有可能 所以他一定会用系统 那他一定会需要建立筛选的条件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只能庆幸 如果你不是在最 就是最容易被人家选出来的那些学校的话 那你只能祷告说 有没有可能他看到你的履历 那所以你只能决定一件事情 就是你履历一定要显得简洁有利 然后呈现出你的特色 那不然的话就 只能听天有名 因为HR真的 有很多HR他们要看太多的履历 所以其实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 所以只好用这样子的方式 那不是说他们 一定都是学历至上 而是有的时候是因为量的关系 他不得不然 OK 那但是要先让大家知道这个事实 所以如果你履历投了 投的 理应是时辰大 还没有人理你 有可能是在这个阶段 就已经被塞掉了 所以你可能打电话去问HR 他也不一定会告诉 因为他没有那个时间 再回到系统里面 去把你的履历找出来 再决定他有没有看过 OK 大家可以了解这个概念嘛 所以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 更好的其他的应征方式 我觉得会更有效 好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看一个有趣的图 就是有一间 Legend公商们做的一个实验 是E-Tracking E-Tracking呢 就是用眼动仪 去测试一些Recruiter 一些HR招募人员 他打开履历的时候 到底花多少时间看一份履历 还有他到底在看哪里 这个都一开始 其实很多网目公司喜欢用这个嘛 就是你页面打开来以后 或者是App打开来以后 他到底会先看哪里 这就是他们可以去 需要好好去设计的地方 那同样 履历也是 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 UX User Experience 那同样 你的User Interface 要怎么设计呢 首先 履历打开来以后 他们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Recruiter 通常看一份履历 只看六秒钟 有人讲一 之前有人讲说 看五分钟 有人讲看一分钟 有人讲看三十秒 但是他们那个实验 发现只看六秒钟 那我自己回想一下 我之前做HR经历 我觉得还蛮符合的 应该说 不是六秒钟就一定会关起来 而是六秒钟以后 我会决定要不要再继续看下去 OK 就是如果六秒钟我就觉得不适合 我就直接关起来 六秒钟以后我觉得 可以看 我就会再稍微往细向看 那在这六秒钟 你会跟大家看什么 你会发现 没有人在看名字 那然后再来呢 大概就是看你的背逛 而且看在最前面 你有看到最左边 最左边的地方 所以你的工作经历 或是你的教育程度 你的学校 其实最重要都是在那个开头 你开头如果看不清楚 你可能履历 就会成为以诛之汉 所以在那个最左边 最开头的地方 一定要清除 OK 那所以有些人会把某些地方 夹黑出体 那我建议都是在开头的地方 不要在中间夹黑出体 如果你整面到处都有 就是没有限定的地方 产生出体的话 HR反而就会看不清楚 都是黑体 都是重点 反而没有重点 OK 所以尽量在这开头 因为这是eye tracking的结果 发现大家最从来看的地方 再来呢 这个右下角呢 是education 那 所以就有人 他们就找出来 到底HR关注的是哪些点 第一个 你目前任职的公司 你的职位是什么 期间是什么 先前任职的公司 职位是什么 期间是什么 还有你的教育背景 这些都是 大家会最 一开始看 所以这些东西 大概就会看六秒钟 六秒 如果六秒钟以内 找到了这些资讯 就会决定他 要不要继续看下去 OK 那再来 有人会说 鱼表要不要贴照片 我给大家看 这是他们 在继续做eye tracking 然后左边是 LinkedIn的profile 那LinkedIn是一个 社群的 社群网站 social media 那他特别 是让很多的 professional 一些职场人士 他可以在上面 留他的profile 然后他也可以在上面留言 那但是他其实是 已经是 现在全世界最大的 招募平台 所以你要找 全世界的工作 请上LinkedIn 那他们 看LinkedIn的profile 你会发现 他其实focus 花很多时间在看照片 但如果你只有六秒钟 你花了三秒钟 在看照片 所以你看其他的时间 就会变得很少 所以 为什么在前面 给大家的范例里面 都没有照片 因为我认为 一般你写履历的时候 是先不要放照片 除非你觉得你是那种 清过清晨 人家看到你就想要 录用你的那一种 你才 你放照片可能会是一个优势 但如果他找的不是相关的 不是那个相关的专业的话 不一定 但是放照片 其实反而让他 他会忽略掉你很多的部分 还有就是 如果你的那个照片 选得不是很好的话 那可能还不用六秒钟 他就关掉了 OK 我真的有破过这样 就是打开一看 我这照片吓了一大跳 不是因为太丑 而是因为他想要应征HR 可是他放了一个 他放了一个非常 非常奇怪的照片 然后在一个非常奇怪的party 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动作 然后穿着了非常奇怪的衣服的照片 那我觉得非常很奇怪 我就把它关掉了这样 那可能我不是很理性 但是你要想说 那如果HR也是有不理性的时候 就不要去激起他的不理性 OK 所以他们就修正了 如果没有放照片的话 就会像右边这个图 你就发现 他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去看你的内容 那你如果内容写得好 你就比较容易胜出 OK 所以照片能不放尽量不放 除非他 除非那间公司特别要求 要放你再放 OK 好 那再来写作技巧 如何写好一份履历 首先呢 一定要找些范本 因为就是大家 有听过一个就不要重新发明轮子 如果有一些好的范本 可以让你事半功倍的话 那你就去找 那但是找范本一定要好好找 因为差的范本呢 会让你事倍功半 那我一定要讲一个自身的写淋淋经历 我在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我就找了很差的范本 这是网络上随便Google一个履历表范本 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没写过嘛 然后就觉得 好 赶快来参考一下 结果我后来我现在回去谈 我那个履历真糟透了 结果我那个就一直没有获得面试机会这样 而且因为我第一份工作就找HR HR又最会看履历 如果你HR自己的履历都写得不好的话 那就更不会有面试机会 所以好的范本真的会让你事非功半 诶 事半功倍 那什么是好的范本呢 给大家一个免费行物推荐 那这个 我觉得这个也是那个 智超当初会想要办这个工作坊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 其实在MIT 他在MIT的时候 我上MIT他们的职业中心 台湾也有职业中心 那我上MIT的职业中心的时候 在一个蛮明显的地方 第一页的地方 我就可以看到 你要一个可以教你怎么写履历的地方 就点进去 那他们有 每两年就会做一个 Career Development Handbook 里面呢不只是写履历 还会教你 你要怎么样去判断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一个 你要怎么样判断你适合什么样的工作 你的热情在哪里 还有里面是应该要注意什么事情 CV应该要怎么写 今天的内容 还不如那个handbook多 所以你一定要去看那个handbook OK 而且它是免费可以download 所以一定要去download 那你会想说那我今天来干嘛 就是因为你Google打了 你Google打了 CV怎么写 或是履历表范例以后 你会跑出千百个 那我觉得今天的讲座呢 最重要是让大家知道 那个是帮大家筛选一些资讯 所以以后如果在那一个范本里面 有出现这些资讯的话 大概就是你可以用的 所以如果没有 或者是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你不知道有什么时候 你不知道怎么判断的时候 你可以用今天的工作坊 学到的东西来判断 所以只是教大家一个判断的标准 因为在现在资讯社会当中 其实资讯太多了 所以怎么判断才是重点 OK 那就先帮大家筛选出的这个免费好物 它是英文的 OK 但是我认为你如果英文履历写得好的话 中文履历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英文不是大家的母语嘛 所以母语应该写得更好才对 好 那这是里面两个我觉得还不错的范例 那你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现在大家都远远看对不对 但是远远看你就可以看出 你是不是就可以看出这个履历的结构了 OK 所以它结构很清楚 然后基本资料在哪里 大家远远看不清楚 你都可以知道基本资料在哪里 然后它有分段落 有分bullet point 就是分点 所以你其实都看得很清楚 这就是一份好的履历表 应该要长的样子 那如果你把这个履历 丢到了HR招募系统里面去 如果那些招募系统现在很多 你PDF进去以后 它就会直接去做文字的辨识 然后把它转到系统里面 你的所有资料 你的交易程度 你的工作经验都会在里面 那如果你的排版是好的 是清楚的 是简单的 那被转进去以后 长的样子就是好看的 如果你的排版是乱的 是不清楚 是全部都黏在一起的 那你转进去就会是一场悲剧 所以一定要简洁 一定要清楚 OK 好 那一份好的履历呢 请大家一定要做动词开头 这个呢 是很常见犯的错误 那首先你要列点 然后用一个漂亮的动词 去赋予 去指生命 这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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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我讲了那么多非常 就表示它真的很重要 因为履历表 你要写很多点嘛 没有那么多时间看很多的东西 所以那个一开头的那个第一个字 其实常常会决定人家要不要继续看下去 然后第一开头的字是不是统一的 其实也会影响它能不能继续看下去 OK 举个 在那个MIT的那个handbook里面 它其实有列出了非常多好用的action verbs 那例如说如果你在你在一间公司或者是你在在学 你有自己想你有你有想出一些独创出一些很棒的工作 或者是很棒的一些作业的话 你可能过去可能会想说 I create 但是其实用比较好的是initiate 那而且动词开头 我建议大家都用你用过去诗 你用比如说initiate it 那而不是用initiative 或者是to initiate都比较 最好就是你直接用initiative 然后全部统一用一样的 OK 那不要现在上面用initiative 然后下面用organizing 那这样子的话 那个会很confused OK 所以特别是如果他是 他是英文为母语的招募人员的话 看到他会 他一下子会知道你的英文不是很好 OK 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犯这种错误 好 那这些有一些action verse可以给大家参考 如果你在写履历的时候呢 有一些很好的词你可以用 OK 那大家在那个hyboot上面也有 大家可以回去下载 然后好好来看这样 那刚才有跟大家讲要参考范例 所以你要去参考那些好范例 他们用哪些动词 很重要 你就拿来用 不要担心抄袭 OK 不要担心抄袭 因为你不可能抄他的经历嘛 但是你可以借用他的句型 可以借用他好用的词 OK 那让你的履历变得更漂亮 再来呈现结果 因为你只有六秒钟 六秒钟内能判断的力高下的 就是结果还有有意义的数字 如果你用的是 我这份工作 第一个是办活动 第二个是与讲者联络 然后第三个是追踪后续结果 然后你就是这样的列点 那别人没有办法判断说你做得好不好 因为大家都想要找一个能把事情做好的人 所以能不能判断你做得好不好 就是你要把那个结果呈现出来 在工作也是 然后你会说 工作我做的这个 我做的那个 我做的这个 我做的那个 但是在公司里面 他会问你说 那结果呢 你做得好不好 你做得怎么样 就算失败 那你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怎么做的 你如何做 那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 所以不要只讲你做什么 你要讲你做的结果 最好如果有 有意义的数字可以呈现的话 就用有意义的数字呈现 OK 那如果说我做招募 我会说招募工程师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看不出来 我到底做得好不好 但是我可能会再讲 在譬如说 我在一年里面 协助公司招募了三百位 各种各种阶层的工程 各种层级的工程师 然后目标达成率是百分之九十八 那可能这样子 HR就会知道说 哦 那你做这件事情做的 而且你做得好不好 OK 好真的重要 所以你看哦 你有没有呈现结果 看起来差超多的 你可以看上面那一个 你看六秒钟 眼睛闭起来 你记得他在说什么吗 你不记得 好眼睛打开 看下面那一个 看六秒钟 看六秒钟 眼睛闭起来 你对什么有影响 你对数字有影响 然后你对他列点 可能在讲什么有影响 OK 好 各位如果是这样想的话 HR也会这样想 所以如果你都只看六秒钟 上面那一段 跟下面那一段 你根本 我现在根本不用讲内容 我让大家直接看 你就可以感觉到差多少 所以你有没有把它 你写一个段 你是写一个paragraph 写一个段落 还是列点 第一个就会有差 就会影响别人的可阅读程度 再来 你有没有呈现结果 就会影响他对你做这份工作的判断跟印象 好 非常重要 大家已经都有实际经历了 都已经做了12秒钟的HR了 可以请大家要把这个记起来 OK 好 那再来呢 你在那段过程当中 有 我建议大家在履历里面 可以写一些关键字跟重点 如果你知道 你知道你的这个 嗯 行业里面有一些 有一些 就是大家看到 会知道的行话 或者是 你看 看到了就会知道 他做得不错 或者是 你在JD上面 Job description 你在工作内容上面 有看到的内容 而且你可以呈现出来的话 就把它放在履历里面 好 放关键字 放重点 那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 嗯 有些系统 他是会提供关键字搜寻的 他如果今天要找一个Data Analyst 就是Data Analyst 要找一个做分析资料的人 那他可能 他可能 假设有一个最基本的好了 他叫你 他要找一个大数据人员 他要知道你有没有Hadoop的经验 你有没有Hadoop的工作能力 那他可能直接打Hadoop 如果你没有把它列出来 那就Bye OK 他就会找不到你嘛 所以列 你没有办法看到很多 你写了很多很多很多 但如果关键字都没有出现的话 没有意义 就 就像跑马的一样 跑过去就算了 这样 OK 好 最后呢 有一个原则是名符其实 也不要写出一句 让自己很心虚的句子 我知道同学们 有一些会很 很希望可以得到这份工作 所以他希望把自己的所有好都呈现上去 那所有好都呈现上去 他就列了很多 他就 他有 嗯 我有碰过这个程式语言 我 比如说我 我可能 我可能在一个学程式语言的网站上面 学了三小时的HTML file 然后我自己自学 我写了一个很简单的Hello world 然后的 的网页 然后我就说我会写网页 那 这个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 他就说你会这个 那我就问你一下 结果一问就倒 反而 你很多人有 你就想 哦 这个人怎么这样 那他其他写的优点 会不会也是这样 他其他写的能力会不会也是这样 所以千万不要写出一个 你自己会心虚的句子 那更不要造假 OK 把你 觉得 你擅长的东西再写上去就可以了 好 再来 就是要分析JD JD是Jock Description 工作描述 一个公司的HR呢 他通常 他会认真的写他的JD JD 因为他希望让应征者知道 他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 我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 有点小 好 左边是工作内容 右边是条件要求 那工作内容呢 下面通常都会 工作内容呢 他都 有些会用这样子段落的描述 有些会用列点的 不管怎么样 你就去把它列出三个重点 请大家看到工作描述 如果那是你想应征的 就列三个重点 抓出这个工作 有哪三个重点 因为有一些JD写得非常清楚 那有些他就会写一段 但不管怎么样 抓三重点 条件要求 抓了三个重点以后 然后你去看 你自己有没有符合 你就会比较了解说 你的CV 投这个履历 投这个职务 机会有多大 OK 好 那在右边 条件要求 那大家会 给大家一个小Tips 通常那个 工作经历啊 譬如说他写一年以上 然后写硕士嘛 OK 那这种相对起来 就是一个比较Junior的职务 那你会看到说 硕士 那我学士怎么办 比较应征好了 那就算了 这样 那可是其实 只要我认为 工作经验差三年以内的 你都可以投看看 当然不保证会中 只是说 就是你不用太拘束于 那一个 就是他定的那个年 因为他 因为其实 因为每个人的能力有差嘛 所以其实 大家会写一个大概的年 但是 大概的年值 但是不用那么在意他 如果写三年以下的 OK 三年以下的 你只要一年 大概就可以应征了 如果你做得很好的话 OK 那硕士学士 有一些系列很在乎 他没有硕士 他会直接拿掉 但是如果你有工作经验 也可以 是可以转化成学历的 那例如说我本人 我可能就台大社会系毕业 我也没有念 我就没有念研究所 我就一开始 我就开始工作 那可是 这是我们公司的 consultant的 job description 那他要硕士 可是我没有 但是我过去有三年 完全相关的工作经历 而且我自己觉得 做得还可以 那所以我就觉得 嗯 那这个工作虽然我没有硕士 我还是可以营证看看 那他可能会把这个工作的年资 转换成 就有点像那些硕士毕业生 应该有的能力这样 OK 所以不用太在意 再来就是 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其他条件 有一些公司会写在这里 有一些公司会写在工作内容这边 一样把这个部分呢 每 如果他已经逐条列了 逐条去思考 你写在CV里面的东西 跟这些有多少是相关的 OK 然后 你这样就可以知道 你要怎么样去微调你的CV 好 那分析 分析job description 是还蛮重要的 那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OK 再来要讲一下履历的编排技巧 如何呈现一份履历 首先是内容的相关度 对这个职位越有利的项目 就放越前面 刚才大家有看到 他写他的工作 刚才有看到一个范例嘛 写工作经验 工作经验下面你可能会列点 那列点的时候呢 因为我刚才也请大家看 job description 对不对 你会知道里面的重点是什么嘛 所以你在 要把履历寄出去以前 你可以做一个 些微的调整 就是把 跟这个工作比较 因为即使是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工作 它会有一些些微的差异的 那你在分析那个job description 的时候 就可以找到这个差异 然后把 跟这个工作比较相关的内容 放到前面 懂我的意思吗 那因为HM 不会花太多的时间看嘛 所以放在前面的 他一定会先看到 他就会先判断说 你这个履历 跟他这份工作有没有相关 OK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很多的同学 他用一份履历 打遍天下 没错 如果他的能力真的很强 写的都是重点的话 有可能一份履历就OK了 但是有很多的同学 他需要海投这样 要投到很多的履历 那我们就建议大家 需要把 稍微做一些 那种相关度的排列 再来 时间的排序 时间越尖性的放越前面 那 这个 这个现在我看到 比较少同学犯了 但是 前两年的时候 我看到还蛮多的 因为有一些人 会倒过来写的 就是他 他会先写 例如说我国小 我高中始终毕业的 然后 然后大学 那 他 他的 缺点呢 就是 如果 如果你 你 只有一段时间看的话 你可能要 你可能看不到重点 或者是 那个不是最相关的 这样 对 因为 通常HR会看最相关的 都是你 最近的这个经历 OK 所以如果你现在 你做三个intern 请把 最晚做的那个intern 放在最前面 OK 然后就这样按照这样排下来 好 再来 与时俱进 就是履历表呢 建议大家 定期更新 随着工作阶段的不同 而调整 它的编排重点 如果你工作已经 一段时间了 你工作的内容 已经可以写出一些 不错的 的结果上去的话 其实我们就比较建议说 你education的地方 可以摆在后面 你把worn disappearance 放在前面 那这样子的话 一样 可以很快的抓到重点 好 那再来 是字体行句 就是 其他字体要一致 行句要适中 一致的话 像刚才如果大家看到 英文的履历的话 其实英文字体有很多种 我也看过 大家用各种的字体 那我比较建议大家 就用最 最简单的 那个 那是什么 new time movement 那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如果 就是因为 其实英文大部分履历 都是会用new time movement 那 那 不要用太多奇怪的字体 那 如果你用了 选择了一个字体 就全部 的 整张履历都用同一个字体 那尽量不要 标题是一个字体 标题 然后 前半段是一个字体 英文是 然后 后半段是另外一个字体 那看起来很乱 OK 这个大家 雖然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其实大家还是会犯 真的 然后 特别是 有的时候 大家会用剪贴的嘛 剪贴过去的时候 字体就会跑掉 其他一定要check 这一个部分 OK 那 一读一辨识 这大家知道 然后千万不要有错字 OK 那 千万不要有错字 其实讲一百遍也没有用 那我要教大家两个检查的小技巧 大家一定要可以用这样子检查 然后第一个检查的小技巧 是Google人之上讲的 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自己试用过 我觉得还蛮好玩 因为 因为 很特别 它的 这个方法呢叫做 倒着看 倒着看 把你的履历 从最后一个字 往前看 因为你 因为那是你写的嘛 所以你都很清楚 那在写什么 所以你会 你的眼睛会很不自觉的 去skip掉一些字 也可能会skip掉错字 但是倒着看的时候 这份履历对你来讲 就是一份全新的履历 那你就很可能会找到错字 OK 所以 Google的人之长就建议说 你可以倒着看 那第二个就是 找 不太懂的人帮你看 就不要找HR帮你看 HR可以啦 但 就不要找你太熟的人帮你看 因为他 他都知道你在做什么嘛 他也会 skip掉一些字 OK 那 找不熟的人看 然后 或者是他不太懂履历的人看 因为他不太会看你的工作内容 做的怎么样啊 他只会看有没有错字 OK 所以 真的就把握这两个原则 倒着看 然后 找别人帮我看 OK 那 千万不要有错字 错字绝对绝对绝对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杀手 不管在哪一个工作都是一样 OK 好 最后呢 一页PDF 履历不要太长 那 十年 我认为工作十年内的履历 你都可以把它简化成到一页 只有工作超过十年的时候 你可能最多可以 你可以弄到两页 之类的 但是我建议大家都用一页 所以一页的话呢 你可以稍 如果你觉得太长了 或者是你工作已经有段时间太长了 你可以稍微的把字体缩小一点 或行距稍微缩小一点点 来让它可以容纳进去 但是呢 最终它也会爆 所以筛选内容很重要 但是我认为一页其实是最 最简洁 最能呈现重点的 如果你没有 因为写履历其实也是一分 让人家知道 你能不能抓重点的一个方式 那一个工具嘛 所以 请大家不要太长 最好就是一页 然后 纯称PDF档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 写报告的时候 他在学校写报告的时候 最怕你把它编排得非常精美 然后为了党寄出去 在老师电脑一打开以后 是个悲剧 那 或者是根本打开来 变成乱码 那因为这大家写报告都会发生过嘛 除了那个特定想要持交的人 希望老师打开这个乱码 或者根本就把它制造成乱码 让老师打开这样 那 所以 但是你不希望你继续的履历 继续的履历是这样 所以请大家把它 一定要转成PDF档 OK 这个很重要 因为 如果 如果在时间很 很赶的状况下 你很可能就是因为打开来一次 变成乱码 你就没有机会了 因为 你要HR 每打开一个怪怪的履历 就要再打电话一次给你 它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 很多HR是没有那么多时间 所以请大家把握好自己的机会 好 那再来就是要给大家一些 你们写CV的一些feedback 我拿一下我的小超 那 我看了一下大家的履历 那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写的真的都很不错 那 也蛮出我意料之外的 因为我以为 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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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想要来这边听的人 都是 不知道履历怎么写才要来 欸 后来发现其实很多人 都写的还蛮好的 所以 所以 大家可以对自己有自信一点 那我提出几个 大家 在那个当中 可以再 加强的部分 第一个 就是 刚才还是 就还是会有一些人放大头照 但是真的有人 放的不太合适的大头照 那 不太合适不是 非常的奇形怪重 那叫不太合适 有的时候是跟那个职务不太合适 例如说 我看那个 我看那个 同学想要应征的职务 是跟 接待人员有关的 或者是跟 就是 跟服务有关的 但是他放了大头照 完全没有笑容 如果是 如果是你 你会找他来辨识吗 OK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如果 你非 非不得已 一定要放大头照 建议大家 一定要造一个 好看一点的大头照 然后 微笑 就微笑是世界通用语言嘛 请大家一定要微笑 OK 然后大头照 一定要跟 那个职务是相符合的 如果 如果你到 譬如说 如果你到金融业 去应征的话 我建议大家 大头照是 就是 穿着正式的套装 造一个大头照 因为 在金融行业 他们会比较重视这一个 那如果 你 你是要 应征ingenieur 我建议不要放大头照 因为通常 那大头照 很恐怖 没有 开玩笑的 真的 没有 是真的 是真的 我是真的 如果你要 应征ingenieur 其实你的大头照 一点都不重要 所以真的就不要放了 除非公司 特别要求你一定要放 那不然真的不要放 比较好 因为 你觉得你有 你如果真的 你去 譬如说你去Yahoo好了 或是去Virtag 你去看他们的 你走到他们的办公室 看他们的工程师 其实跟你 在那个 子宫系电机器走到 系馆里面 看到的是差不多的 大家就是 短袖啊 短裤啊 然后脱鞋 或者是 一个穿着白袜子的 凉鞋 那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那个大头照 会造出什么样子 所以 不要放就 因为不会加分嘛 你觉得你的重要是 它的实力啊 所以就 不要放 OK 那这是大头照的部分 然后另外呢 有很多的同学 他会立很多很多的社团经验 把它 所有在学校里面的社团经验 都写出来 那 有点太 就是 我建议大家不要写太多 写重要的就好 如果你今天 在一个社团 假设你待了三年 你可能又当了 社团的活动 又当了社团的公关 又当了社团的社长 OK 那我建议大家就写社长 就好了 那 然后 你有做过什么 写几点 或者是你参加过什么社 因为 社团活动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 要看的地方是leadership 你的领导能力 所以 不要把所有的经历都写出来 其实不会加分 然后再来 就是你在写社团活动的时候 一样用刚才的原则 结果 或是数据 如果你在社团有 参加了社团 有一些很棒的结果 做过一些很棒的事情 不是把那件事情 写出来而已 而是把那件事情的结果写出来 OK 这样子会让 HR的印象很深刻 好 再来 那在另外的话 就是很多同学 他一样 不会有 没有用动词开头 可能前面是动词 下面是形容词 然后再下一句是名词 OK 那希望 就是这个部分呢 要请大家特别注意 要修改这样 OK 那再来 很多同学 因为大家可能还不是很习惯 有一些同学不是很习惯 用英文写履历 所以会发现句子过短的情况 他可能 刚才 大家看到的英文履历 句子都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但是 可能有一些同学 他对自己的英文不是很有自信 他就不会写那么长 所以 我建议大家 如果 没有办法写那么长的话 参考范例 好不好 参考范例 写一个完整的句子 写一个漂亮的句子 OK 那其他的部分 我先回馈到这边 因为时间有关系 那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欢迎下午可以再问 OK 那早上的部分先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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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